Leo聊世界 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破爛人對上哥德仁 這場我們才是漫遊戰士盃2的比賽 這張地圖開局是由遊牧行士開局的 雙方都要找一個風水寶地 一開始我們要附贈一個野馬 但是TC就是要越早開越好 所以你的開局的位置 通常可以去找到有果子的地方開局 像天火熊這個開局位置 我就覺得很不錯 這樣就可以直接省一個100木頭的模仿 對手這邊開局的話就會很尷尬 你要來吃果子的話 可能就會再需要花100木頭 但是其實這樣地圖開局也不太會去吃果子 而是吃這個野豬 以及野生動物吃得快 但是果子如果真的沒食物的時候 還是會去吃 所以我覺得還是開在果子旁邊會比較適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天空熊的魂名 是波蘭人 波蘭人的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 有這個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一隻只要30塊黃金 大洛馬則是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類克的提克遺產 和升級非常貴 800黃金再加上550黃金 總共快要到了1350黃金 非常可怕 波蘭人他的打法除了騎兵之外 弓兵也是ok的 中桌馬弓跟強弩都有三級射 而且都有拇指環關鍵科技 波蘭人的步兵也是三攻三防都有 整體來說是全能型的文明 而且他的資源採集量肉類的部分 是這個遊戲裡面採集量最多的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哥德人這邊的文明特色 哥德人吃野生動物可以再吃的再更久一點 所以這個吃野生動物是非常舒服的 哥德人除此之外 他的步兵路線是比較便宜的 但是沒有三級的步兵鎧匠 所以如果你打哥德人的話 如果除了哥德衛隊以外的步兵單位 都會被射成蜂窩 非常害怕射擊的 但哥德人呢 他其實比較常在出現打重裝馬弓 雖然沒有拇指環 但三攻三防正常來說是有 而且有品種跟跟蹤技術 所以馬弓路線還是有人會出的 而且到了地獄時代 還可以考慮走大陸馬路線去騷擾敵人 雖然沒有三級馬牌 但是至少大陸馬還算能夠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打封建時代吧 目前看起來天空熊這邊的地圖 是比較好一點點的 畢竟省這個一板木頭 但這個問題是要不要去中間吃這個鹿群呢 這張地圖如果中間鹿群能吃起來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肉非常可怕 三千多肉還不止 可能更多 那整體來說天空熊這個文明呢 是需要種田的文明才會強 那個大莊園爬 灑下這個農田 就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所以天空熊這邊可能還是要把家裡給維好 有這個空地安全的去種田 會對於之後的發展更有 更有利一些 天空熊拉了一隻野豬回來 這隻野豬慢慢吃 天空熊前期找不到食物 還是有吃果子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情況 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這邊兩隻豬都找到了 那前期呢都是用這個豬去吃 去吃這個肉 然後前面呢是有去補下伐木場 兩個人伐木 好來中間打獵了 這就是每個選手的選擇不同 那哥德倫在前期的優勢呢 會是在城堡 封建時代的升級時間會有優勢 因為他的織布技術呢 可以立刻研發的關係 所以會跟天空熊的研發指數技術的時間 大概差了20秒左右吧 那這個時間點呢 他會有深時代的時間 一村的優勢 這算是哥德倫的前期優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天空熊這邊可能還是要盡可能的防守到前期 只要前期能守住的話 對於中後期來說 對天空熊的優勢會非常大的 天空熊在這個時間點還是要多濃一點 在前期對手可能會打得比較激進一點 因為他在前面開採這些 那在吃這些路群之後呢 他還是要打出更多的金式優勢 才可以繼續吃 那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哥德倫的優勢會比較大一點 可以看到這邊傷斑棒已經過來了 天空熊這邊是打了一個直層配置 25P加2 那這個25P加2呢 不管你是打經濟場或是打阿拉伯 職場來說就是比較安心一點 不太會有太大的trouble 造成你黑跳城 跳絲彈變成黑跳龍 直接死去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這個25P加2 大家可以去多多練習一下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變成26加2或是25加3 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練的打法 這是一個比較安定的玩法 那天空熊這邊呢 並沒有是打直層 而是打一個 廖用塔防守 因為對方轉了裝甲步兵 本來天空熊是也想要直層 但是沒有辦法 對方攻幣已經出來了 等於說天空熊這邊防守防得很好 上直層也是上得很果斷阿 這一點是... 我覺得是蠻細節的阿 很細節的阿 這個大部分的人喔 可能不會直接上10強 像我這種比較偷的玩家 就會... 忘記要上10強這件事情 但天空熊這邊是有上10強阿 好這邊上了 左邊這裡還沒有上 補了一個市集在左邊的位置 看現在哥的人很專心 想要進攻這個區域 這個10強可能會被磨掉 馬上又拉了一些聰明過來 來防守 蓋了第二層的10強 繼續拖時間 哥的人這邊的弓兵出來 點了一擊射 控了這個大中原 好那天空熊這邊差不多快要上去囉 那天空熊這邊的零精應變打得很好 反而想要黑跳城 但是對方快攻 所以只好先再繼續農 農到了三四村之後 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哥的人遇到這種... 萬里長城 違法 就只能盡可能找洞打 但天空熊知道你離開了 那左邊就是變成最危險的地方 馬上又補了一些新的石牆 如果這裡不行的話 再繼續往後補 繼續往後補牆 OK天空熊這邊打得已經算是很穩了很穩 這樣哥的人心如礁墳 待會就是要城堡時代 封建打城堡啦 那這個空窗期喔 大概也不會太久 大概只會有大概30秒左右的時間的空窗期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天空熊這邊升級上去 哥的人這邊大概慢了一分半左右的時間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空窗期其實並不長喔 對哥的人來說壓力不是那麼大 而且這些兵力啊 還可以再稍微拖一下時間 天空熊在這個時間點馬上補下肉馬 還有青奇病的升級 直接出門了 好而且霍蘭人的品種喔 跟青奇病升級的肉都是半價的 很省很省 好但是品種沒有先補 因為這個補品種是需要100黃金的 看一下天空熊這邊的青奇病能不能做到點事情 可以看到哥的人在中間打獵 打得很開心很開心喔 天空熊則是補下了3TC開弄 3TC 好這裡繼續打個獵 但是怎麼用弓箭手射掉和鹿呢 應該是按錯 那哥的人這邊是想要壓寶喔 可以看到他支援量喔 已經來到了500多的石頭 天空熊這邊則是才剛開挖石頭 而且還不是挖的很多 稍微意思意思一下 挖個一些 好天空熊遇到對手壓寶 那該怎麼辦呢 我是覺得這邊應該是會直接棄手城鎮中心 好天空熊這邊看到了 過來壓城堡喔 三隻肉馬在繞 這些村民圍在裡面 沒有打算要防守 哥德果然展出了馬攻策略 馬攻策略 那現在天空熊要打贏的話 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農 然後用生侶防守對方的頭車 或是其他的壓制 那這裡可能要再繼續圍死喔 不要讓對方進來就行了 那這邊要考慮要怎麼圍呢 先補了一個城門 OK 防守目標很明確 直接圍死 哇這個畫面喔 看起來像我們在打EVC直播的畫面一樣 瘋狂圍死牆 一直死牆一直圍一直爽 就是在拖時間 拖到自己出關喔 就可以反殺回去喔 好那這個策略也是對於破爛人來說 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喔 好天空熊這邊繼續農 但是壓寶已經壓在臉上 這裡的洞 不能讓他進來 哇天空熊這個很極限 哇差一點就溜進來了 好城鎮中心還可以幫忙射一下 這個城鎮中心還可以當劍塔使用 好逼退了馬功 天空熊現在三隻肉馬 抓到了一隻村民 13對上43 那現在對手也開了城鎮中心 天空熊知道 你開TC就代表不是一波 歐印流 那我也可以安心的開城鎮中心 那這張地圖的重點喔 是他野外的黃金喔 就只有這樣一搓一搓 800塊黃金而已 如果你真的要打起來的話 還是要去中間搶黃金才是重點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韜金草地圖喔 好那我們來看到這邊城鎮中心 沒蓋好 四隻馬功開始射 抓掉了一村 這裡一定要收村 可能要再死個一村才行 但是對手放棄 不想要被馬功招降 好布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先按個弩炮防一下吧 好那先來家裡 城鎮中心被射掉了 現在波蘭人3TC 繼續農 那家裡的大莊園 是這裡補了一個 這個有點可惜 這個大莊園 沒有沒事沒事 這個是稍微補歪了嗎 看不太懂 好像有點歪歪的喔 但這邊 可能是沒有辦法繼續補農田喔 好 神女過來 直接被射倒兩隻 奴炮出來 可能也要被點掉 距離太近 貼近 沒有辦法射擊 但是後面有城鎮中心 反殺回去 好 這一波天空熊用奴炮擋住了 好 三隻肉馬 最後還是有做到點事情的樣子喔 那現在馬公繼續給壓力 哥德人現在優勢 軍事方面比較好一點 但他要面臨的是 待會天空熊蓋出城堡之後的貴族特權的打法 這個打法現在很屌喔 你甚至不太需要挖黃金喔 你只要一根城堡 等一下這個貴族特權 待會的東西喔 都全靠市集就能搞定了喔 因為現在肉可以賣得非常非常貴啊 用賣肉發大財啊 是可以遇見的事情喔 天空熊這個大中原 不在這個位置很尷尬 但是這裡還可以灑田喔 看要不要再往下多一個 還是要不在這個位置 可以灑這個田喔 灑得再更好一點 這邊田再繼續灑 天空熊開始轉馬了 等一下一擊馬凱 現在哥德人的部隊量非常龐大 9隻馬攻跟7隻攻兵 但是遇到奴炮就比較沒有辦法了 天空熊這裡開始補房子 有點卡人口 卡人口 城堡蓋好再補一下 待會還要再找個辦法 欸結果這個肉麻衝到裡面偷砍了一村 天空熊漂亮 OK這裡又拿下了一村 現在點下了貴族特權輪軸技術 好投石車列戰了 那現在輪斗技術按下去 經濟就會變得很好 哥德人這邊進攻 可能還是繼續依賴插寶 OK來了 因為這邊城堡插出去 又可以繼續控掉兩個城市中心 非常賺 而且也可以阻止天空熊這邊的起兵殘形 在這邊有投石車 天空熊不能送掉 投車一定要活下來 投石車沒活下來的話 這個就阻止不了了 目前看起來兩台圖化被送掉之後 天空熊要打 結果這個投石車怎麼送掉了 這邊情況有翻轉了 哥德人這個投車送掉的話 就很難再繼續蓋這個城堡 那天空熊這邊 騎兵馬卡也還沒提升上去 所以現在遇到馬功很容易被射掉 但是只要把投車搞定的話就沒問題 但是直接硬拍拍掉了三村 天空熊這邊還是賺到了 那這邊就要再補一根城堡了 還是要補衝車呢 這邊就要看天空熊這邊的操作 是要補衝車還是要補城堡 但是如果補衝車的話 黃金也不確定能不能穩定下來 先補一個四級吧 趕快買賣一波 現在可以看到肉 賣個肉100塊 可以換79塊黃金 大概80塊黃金左右 是相當划算的 但是現在肉類取得也不是相當穩定 大莊園還是有受到一定的騷擾 那現在要升地獄時代也不太容易 這裡是非常考驗天空熊的判斷 好城堡補在這個位置 OK正常的對應方法 那這樣子有跟城堡在這裡 對手也不能輕易的溜進來 但是對於天空熊來說 現在壓力很大 可能要從右邊偷偷溜出去 但是右邊又有哨戰 對方也是在盯著 好點下了一個二級馬鎧 先跟蹤技術 哥德仁插完寶之後 開始在標經濟 想把經濟拉起來 但是騎士從東西溜出去被看到 這一波騎士衝出來 就要來看一下天空熊要怎麼處理一下 這裡的逆境打法了 好補下了二級馬鎧跟蹤技術 現在天空熊有一波騎士是他的希望 好但是兩個城的中心被拆掉 現在就變成單TC佔農了 但是現在村民術是非常多的 好天空熊這邊看到 哎呦你開了TC 而且還是4TC開農了 這邊過來偵查 確定一下你家的位置狀況 好再往外開TC 偷偷溜出去 連這裡不偷偷溜出去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難打 這個騎士被城堡射掉 第二隻騎士也被拿下 騎士稍微反擊一下 這裡正在追準馬空 好這裡拉回到城市中心裡面 幫忙射一下 騎士還在輸出 小龍熊這一波的騎兵 給到了蠻大的壓力 但是馬公也快要把這些騎士給解決掉了 好城堡的部分 並沒有按衝車去做處理 這裡騎士反而一直出門 被城堡射有點小傷 但是至少是出得了門的 只要讓這個騎士出得了門 就會讓對方壓力很大 這邊哥的人好像有看到了 有兩片填在左邊這個位置 但是在小地圖 並沒有在他的介面上顯示出來 這裡有城鎮中心喔 但是這邊有看到 這裡又有騎士遛了過來 天空熊直接拉了騎士 去砍你的村民 開始有點打出東西來囉 衝車開始在偷偷按 這個城鎮中心建起來 就可以去外面找黃金 稍微找一下 這裡補了一個石頭礦 待會可以賣石頭 換一些黃金出來 好 但天空熊這裡 並沒有打算要憋帝王實彈 而是繼續抱騎士 給壓力 那這些馬弓 確實也是給到蠻大的壓力 一直沒有看到天空熊騎士往哪裡跑 好 中間這個位置想要補城鎮中心 格德人這邊 直接被天空熊騎士抓了個正招 好馬弓趕快的過來救援 左邊拉了一些村民 直接在中間地方蓋了一個新的城堡 來採取這些黃金 早有黃金 天空熊就有機會 趕快農到帝王實彈 甚至直接用衝車頂掉左邊這個城堡 那這個城堡壓力掉了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長驅直路 但是這邊 就是蓋城堡 而是蓋城鎮中心 沒有石頭 結果村民還被抓 天空熊有點小傷 但是右邊這裡騎士流進來了 但是對手有察覺 格德人這邊上面這個洞窄被打破 天空熊看到了嗎 上面殺進去了 這邊這裡在多線 衝車開始頂 果然是一個三線進攻 天空熊這一波打得漂亮 現在衝車的傷害非常痛 頂掉這個城堡 不需要一會的時間 直接拿下 OK這裡騎士也在追馬攻 這一波天空熊開始打出了自己的節奏 村民這裡有在下降 格德人下降很多 但左邊這裡有被圍起來 但是這一波騎士度過 天空熊還是拿到了一些優勢 這個城鎮中心 找個機會再蓋回來 左邊的城堡順利拿下 現在格德人要處理家裡的這些騎士的問題 需要還是要依靠馬攻去做處理了 騎士溜過來 看一下你的狀況 直接拿下 哇這個村民掉的有點快 騎士部分繼續往後溜 好這裡射掉一隻 馬攻龍部分 沒有打算要刻意去追 現在就是一直往你家裡送騎士 能抓到村民我就賺 天空熊的想法很正確 直接用衝車打掉了兩根城堡 這個城堡也是沒有辦法了 OK看一下這一波 哥德人有點列居下風了 感覺不太行了 村民樹也沒有領先 而且一直被抓 其實是4TC 村民樹還是非常落後 這個城鎮中心的閒置有點誇張 天空熊把家裡的威脅全部搞定了 中間這個黃金礦也拿下來 這裡甚至可以手撕城鎮中心 哥德人有點忙不過來了 那對打騎士的情況下 哥德人也沒有優勢 這個怎麼滴房子 這是要滴木牆滴錯了嗎 不確定 但哥德人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天空熊拿下比賽勝利 天空熊直接馬爆 然後把城堡用衝車全部拆除之後 就順利的拿下對手了 天空熊波蘭玩的也是很好 等說波蘭在最近的比賽裡面 出場率也是蠻高的 大家可能有點低估他的能力了 雖然波蘭人遇到奇兵文明 像遊俠國或是駱駝國 打起來都似乎有點劣勢的狀況 但是在對著時間點噴馬的時候 確實可以讓對手有點措手不及 甚至經濟又會變成一團亂 像這場比賽我覺得天空熊打得非常好 即使家裡被壓了這麼多寶 還是憋出了貴族特選騎士衝翼衣服 還是可以給對手很大的壓力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除了是由天空熊拿下支援上勝利 支援贏得一萬支援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小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見